嗨 歡迎來到提香的ASMR頻道 我記得我曾經在一個視頻裡跟大家講過 我為什麼會開始做ASMR 可能有些人沒有看到過 我這裡想再重複一下 這是因為很早以前 有人在我的公眾號底下留言 說我念法語的聲音 聽到他換ASMR了 然後我就去研究了一下 ASMR究竟是什麼概念 之所以今天要跟大家重複這個故事 是因為它跟我今天的主題有關 因為這個女孩子對我來說是一個第一推動者 然後幾個月前她給我寄了一個小小的包裹 她請我把裡面的東西做成出發音 因為她覺得應該會非常好聽 其實她寄給我的就是兩張非常簡單的紙 我覺得做ASMR的樂趣也在於此 我覺得做ASMR的樂趣也在於此 有時候你並不需要多麼特別的道具 就能夠讓一個人很快的放鬆下來 我收集了一些跟包裝相關的東西 我跟你們一樣很期待他們可以帶來的聲音 首先呢 首先呢 是這個 可能乍一看 你也不需要明白它是用來幹什麼的 是不是 既然是居住 庭櫥 是 小荷 它其實有兩個 是一個用來收納一些線的工具 因為我們家裡總是會有很多電腦線、修具線 或者電視的一些電線、插座之類的需要收納 而且我們家裡還有一隻非常活潑好動的貓 用這種東西就可以很高效地把它們收納起來 接下來這個差不多 但是它的體型會更大一些 但是我們的體型會更高效果 如果它們看給我們更高效果 这种带有磨砂质感的声音 非常让人放松 接下来是这个 泡沫垫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泡沫的聲音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種 剩下的這些就都是跟紙張有關的了 比如說這三個全部都是我從同事那裡收到的洗糖盒子 每一個都非常漂亮而且包裝精美 裡面的洗糖呢很早以前就已經被洗了 被我吃掉了 但是裡面有一些裝飾品還是非常悅耳的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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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風格呢 是比較清新淡雅的 我個人也比較喜歡的顏色 我個人也比較喜歡的顏色 嗯哼 裡面還有一朵火紅的玫瑰花 是不是非常漂亮 很香 這是最後一個洗糖盒子 非常細青的大紅色 裡面是金筆輝煌的色彩 接下來這個呢是一塊比較厚的紙板 它的聲音跟我想像的有點不太一樣 是一種非常清脆的聲音 是一種調整的聲音 然後是這個 你能猜到這個是幹什麼用的嗎? 它其實收買了一個現實器的指甲 外面帶了一個防震的紙盒 才是有那麼一點點像超市裡面用來裝雞蛋的那種盒子 但是樣後續很多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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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到 chord 就是這個 就算了 就算了 勞弱子 就算了 這個 然後呢,就是這一個鞋盒 裡面有一些用來給鞋子做支撐的材料 然後就剃開馬鹽 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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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是用來裝鞋子的布袋子 還有這兩個是另一雙運動鞋裡面的填充材料 我覺得質地跟剛剛的會有一些不一樣 跟蠍充材料 夾腿 有幾天 有幾天 嗯,那留到最後的就是我剛剛說的這位女孩子借給我的 她希望聽到的那兩張直的聲音 因為她比較喜歡聽無人聲的初發音 所以後面這部分我就不加人聲了 如果這期裡面有哪個初發音讓你特別喜歡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哦 我真的不知道 很可愛 我會頒相當多我們 我會勇敢跟你說 我會給你一些聲音 說好了 我會不想提議 就是我的嘴巴 很悪心 我覺得我已經被你掌握了 我的好 Nazi 我看到我的好人 我會嘗到的是你 我沒法跟你說 我一定跟李如開 不把我的手 我現在應該不會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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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大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把你放在一起 好 我做了一碗 这个下面有点点 像冿熬的 乍到 这是什么 哦 好 这下 好 有点 好 好 好 出发 好 好 sensitive 嗚嗚 嗚 ermd i 波浩 ああああ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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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